B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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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叮叮叮 Hello大家好 又是我 今天的我们 又是一个汉腐发型教程 因为最近发现了一个发包还蛮可爱的 所以想用他做一个发型 就是这个一个蝴蝶结的 是不是还蛮可爱的 放在哪里都很可爱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还是先来分区和打底 分出等一下要按发包的头发 因为今天呢是一个长头发的造型 所以后面都不需要盘起来 直接这样把它收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来给两边按上垫发包 和之前一样先把头顶的头发预留出来一部分 然后我们先把两边的头发 把它盖在发包上面 然后两边缩好之后就这个样子的 再把刚才预留出来的头发 分成两份 分成两份 然后扭一扭 哦这是之前教过的那个步骤 再扭一扭 然后我们现在把打底的这些头发 都做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取出一个假发片 把它夹在我们的头顶上 夹好之后呢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叠发包了 那我们先拿出两个花千古发包 我们把它随意的安放在头发 没办法遮我就这样 觉得后面有点空 没关系 我们再拿出一条马花点 绕两个环 两边绕好环之后就这样 最后我们把这个蝴蝶结这个可可爱的蝴蝶结夹在我们的正中间 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发型就完成了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戴一些头饰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仿绒花 用那个绒棒棒做的 拍照的话还可以啊 但是细看细节还挺丑的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如长按点赞订阅 或者是关注一下我这一集好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 感谢观看